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呢还有两位药还没有讲 我们先把莲翘跟这个黄薄讲一讲 然后再来上接下去的条文 那莲翘这位药 其实它的这个主制啊 说起来神农本草经讲的还蛮清楚 也蛮抓得到重点的 你看它治疗这个什么 熟漏雷历啦臃肿恶疮阴流节肢而古毒 好像差不多就是同一类的东西啊 那到了这个后世的时候 干脆就被归纳说 莲翘这个药是窗家圣药啊 就是长什么窗 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一味药 上堂课有讲到说 我们在麻煌莲翘吃小豆汤这个方里头呢 如果如果是用它的这个根的话 也就是莲窑啊 像张宗敬那样的用法的话 那这个药那这个用根的话 它的药效会比较从下面 把那个热带出来 那可是如果用的是果实 也就是今天的莲翘的话呢 它的效果比较会是从表面发出来 可是这样的一个差异 其实在麻煌莲翘吃小豆汤里头呢 并不能够很明显的凸显出来 因为那个方子里头麻煌已经有这么多了 所以基本上啊 用了之后它到底就是发表的药 吃了以后就是会出汗的啊 那所以今天呢 我想我们没有再用这个莲翘的根 甚至不要说今天 在蛮早以前开始 中医就不太用它的根了 就都是用果实了 那这个所以这个张栋锦的这个莲翘这味药 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它的使用经验啊 因为差不多历代都没有再用根了 那么它的这个组质里头啊 它的这个果实呢 说是能够把身体里面的热啊 从表面散出来 那我想我们之前讲到过一些药 把身体里面的热带出来的时候 像枝子的话好像就比较是往下钻的 对不对 但是那莲翘的话就比较从表面发 那么我们一般而言会觉得莲翘 它能够发出来的东西比较是血分的热 可是呢 它的这个发血分的热 这只是一个比较概略的讲法 我想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本草的这个神话世界里头啊 像李时珍就讲说 莲翘的果实呢 长的形状很像是人类的心脏 所以它就会把心脏的热啊 从这个血分发出来 心胞的热发出来 把干的热从血分发出来 大部分都会说血分 可是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这个药 这一味药它的散热的功能呢 其实气氛血分都有散到 倒不一定要说它是 一定是从血分 而且说它散的是什么东西 也不一定是热 有的时候也有湿 但是你说它是去血中之湿热吗 这样子讲又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 等于这个赤小豆的那种 从血分里面把湿热排除的那样子精准的药性 所以它的药性本身是有一点雾蒙蒙的 那你说连翘它在散的时候啊 有没有发表的功能 我想还是有 可是你要感觉到连翘在发表的话 你可能呢 一铁药里头啊 一次喝就要放到现在剂量的一两以上 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药在发表 它能够发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温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 当然我们现在伤寒感冒用连翘的几率没有很高 可是呢 最近这段时间啊 有不少同学说的那个感觉 有一点像是 虽然伤寒论里头没有血 但是有一点像是连翘症 就是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感冒 就是身体里面闷着闷着 觉得好像不清爽 就是喉咙要痛不痛的 那种感觉 可是你说它真的是感冒吗 好像又脉也没有浮 然后怎么就身体里面一团热闷在头 那种不爽不爽的感觉 那这种算是一种很 很不清楚的那种 也算是温病类的啊 就是风热感冒的这种调子的话 那的确是有用到连翘的机会 而这种时候用到连翘的话啊 它的 它的这个 如果是这个 用到一次一两煮水的话 你大概可以体验到说 你喝完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像是桂枝汤啦 麻黄汤那种好像 汗会有一点冲上来的感觉 并不会 而是它就会让你在 一整个晚上一夜之间啊 好像微微的 有这个皮肤 有一点点好像出汗的感觉 也就是麻黄在 一个小时里面发掉的汗啊 大气量的连翘 它可能让你在12个小时里头平均的这样子慢慢发完 就是非常绵长的把这个 呃 湿热发出来 那么当然 因为它是啊 特别的能够从身体的表面把那些东西找地方这样子缓缓的推出来 所以像我们今天一般啊 常常用到连翘的地方呢 像如果是小地方的话 因为这个药相当的温和 你说它是含药吗 对 那但是它比很多含药的话 都不太不太会有那种把人含到的那种感觉 呃 比如说 如果如果算是 阴沉如果吃了之后 会让人脾胃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是比如说倒脾胃的效果 如果阴沉是5的话 那可能连翘只有到2 所以很多人 如果不是长期吃很大量的话 并不会很清楚的感觉得到 连翘他的这个 呃 药性到底有多寒 就是这样温温的 那所以我们一般家常的话 比如说呃 一个人他如果他的呃 吃药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这个小孩子 他青春度比较多一点 你可能他药方的时候加个2000连翘 他可能下次来看你的时候青春度就少一点了 就是这种程度的啊 就是这个呃 这种热啊湿啊 有被散掉一点 那么因为他可能也是因为他的这个 药性啊 相当的呃 冲力不强 但是他散掉什么的效果又确实存在 所以有一些古代 有古代的一家啊 就有人强调说 哎呀连翘他的这个心散的功能 说他的味道里面苦苦的之外 还有一点点心味 与其说心味不如说因为他有这个发散的功能啊 所以还是算他有心味 那说连翘的这个心散的功能 你与其念做四身的散啊 不如念成三身的散算了 他就是让你身体里面那些结住的那种湿热啊 好像被分解掉 然后就自己找一些出口这样子 啊就流 就从你身体里面流失掉了 这样的感觉 那么 这个药如果你要说他有什么特质的话 那么 我想他是一铁呢 治疗 他不是一铁 就他是一位啊 我们中国人治疗 那个 淋巴啊 就是脖子呀 或者是那个大腿内侧的那个鼠膝部啊 如果那个淋巴有结块的话 那连翘这位要算得上是 在这一类的疾病上面呢 算是效果比较好的 那你说他因为治疗这类的病 你看也有什么下枯草也是代表的药啊之类的 那 连翘他的这个药性啊 那历代在注解神工本草经的人呢 有人提出来说 他说连翘主治这个寒热鼠漏雷厉 这样的一连串的这种淋巴结块的病的时候呢 那 因为这个鼠漏这两个字 在那个 黄帝内经里头 呃 林书经里头有特别 呃 提到过 所以呢 历代注家就很喜欢引啊 这个林书经讲到的这个鼠漏这种病的成因呢 来说连翘的药性 呃 然后在说的时候就会建议 呃 要把这个寒热跟鼠漏的力啊 连到一起 中间不要用标点符号断开 那说连翘 其实不是治疗那个什么感冒的那种什么伤风伤寒的那种寒热 那更不是少阳病的往来寒热 那连翘他主要治疗的呢 是林书经里面说的那个寒热鼠漏 那这寒热鼠漏是什么东西呢 在林书经的看法啊 认为说人的这个身上会淋巴结块呢 他是有两路的病因 这两路的病因一路是属于寒的 一路是属于热的 他说首先呢 这个人必须是一个肾气很不够的 就是水脏很不足的人 因为呢 肾气不足水脏的功能很差 他身体才会积蓄很多水毒 那这些流在身体里面的死水啊 放到臭掉了 这个是让你淋巴呢 会产生病变的一个脂本 所以他说第一件事是水脏要不好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是你的这个心胞啊 这个心脏呢 必须要好像血分有多余的热度 就是上火了 所以当一个水毒体质的人啊 又上火了 那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死水的毒性呢 跟这个火呢 纠结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呢 会在人的这种啊 说是绝阴或者少阳的区块的这个淋巴里头 结出这样一坨一坨的东西 那这是林书经的寒热论讲的啊 所以说那个 他会说什么 老鼠的鼠是水脏的问题 然后鼠肉的肉是 开始钻动的是心胞的问题 其实鼠跟肉要不要这样分啊 我也不知道 只是古书是这样子写 那 因此呢 这个祝神农本草经的祝家就会说 这样子 加起来的话呢 这个 熟漏累利的成因呢 都是寒跟热 交杂在一起发生的 而像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讲到它的药性的后面几个字 像节热 古独的话 像我们中国人啊 古独 我们不要说标准的古独 神话故事里面 童话故事标准的古独 是那个什么 拿一堆虫吃来吃去 对不对 最后剩下一只最厉害的 就具有魔力啊 那个是巫术的世界的古独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好像说是 这种 南方或者西南方 这种天气闷热湿气 重的山谷里面 很多东西腐烂了会有脏气 那当人受到这种啊 湿热的腐烂之气的清洗的时候 这种灼气 在身体里面堆积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这一类的病变 像标准的治疗这一类病变的药物 就是从前在教那个 累历的方子的时候 有提出一个 跟十六位流气饮成对的方子 叫做五香莲窍汤 那五香莲窍汤 就是用各种香药 加上大剂量的莲窍 来治疗这个身体里面 因为这种浊气蔓延啊 产生的这种 领发的结块 那么 所以大概 节热古独的话 我们以方济来看 大概是从 这个角度来 认识它的 那这个 你说莲窍这个药物啊 能不能说是 就是到底能不能在方界里面扮演主角呢 其实它 它的这个散火啊 因为中医有人说它是散什么 十二斤之火 总而言之 这个药物的好处是呢 它没有什么非常强烈的指向性 那坏处是 威力不强 那所以 好像是 又联翘啊 用起来比较顺手的时候 反而不是大人 因为大人 你问一下 问他的 问他的证之后啊 主证会比较好抓 所以联翘的话 有的时候是那种 讲话不清不楚的小孩子啊 用联翘还比较好用一点 就是 像是 儿科啦 长疮啦 那不管长什么疮 那没有 已经 疮烂了 烂开了 那就不是联翘了 溃烂掉的疮是皇旗为主 对不对 是让它里面浓溃出来收口 那还没有烂掉的那种 儿科的各种疮的话 那大概都可以用联翘 还有小孩子如果有那种 肝病啊 肝发炎的话 那也是可以用联翘来散它 那到了青少年就是长痘子 那到了成年人的话啊 很多病就是联翘是 可用可不用啦 那你说他的这个药性 我也只能说 举一点点例子 跟各位 讲一讲他的大概的方向啊 因为 同样的路数的药 我想我们都有很多 别的药可以用了 那比如说像是 清代的夜天寺 他用联翘是常常拿来 是在这个头痛 就如果头痛是属于风热的 他倒是蛮爱用联翘的 那当然温病的方里面 银翘伞也是有用联翘的 那这个 像是还有中国那种 家常偏方啦 说是一味联翘 如果做药丸的话啊 你吃了大蒜以后 身上那个嘴巴 有大蒜的那个气味 那你吃了联翘之后呢 他就能够 把大蒜的气味清掉 这样子 就是古时候没有清建口香糖啊 所以要用联翘丸 那因为大蒜的气味是 这个东西 这个食物进到身体以后 进到身体以后 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好像是从血液里头 或怎么样这样子 转出来的嘛 那如果吃了联翘 可以追着他 把大蒜的气味清掉 那这样我们大家可以 隐约推测说 联翘它的这个药物的 那个药性是怎么走的 因为大蒜你说它的气味 我们今天可以说 它是跟着血液循环 走出来的对不对 这是一种说法 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大蒜的这个味道 在身体里面的走法 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血分 就像是唐荣川 他从前在讲药的 那个清酌的时候 他就说 如果你吃了麻辣锅 会让你觉得难过的时候 是你第二天上大号的时候 那个麻辣锅的辣 不是从小变出来的 可是如果你是吃了一大堆大蒜的时候 那会让你觉得味道很重的 是你小变的味道会变掉 所以大蒜的那个味道 是从小变出来的 就像是无珠鱼的味道 也是从小变出来 不是从大变出来 是不是 所以他最后的走法的时候 他还是会走到这个 如果用大蒜来举例的话 还是走到膀胱去 那连翘大概也有这样子的特质 那么他在处理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热气的时候 你说他是走血分吗 是对 但是最后来讲 他的药性 他不一定是停留在血分的 所以如果我要讲一个 有点不三不四的这个 加减法的话 就是这个 比如说像是这个季节 如果有人得哨音病的话 可能可以用蒸武汤加连翘 因为蒸武汤这个方子 虽然说是去水毒 可是他非常的君子 蒸武汤是只认水毒 不认湿气的方子 也就是当你的身体里面那个水呢 遇到一点这个气候的热 被蒸成湿气了 那那个变成湿气的部分 蒸武汤就不认得了 所以蒸武汤只认得水 这样子 所以温水不认得 他只认冷水 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加了连翘之后 可以让那个蒸武汤 稍微脱轨一点点 就是顺便可以把身体里面那个湿热一起清掉 所以就是某些季节 你用蒸武汤觉得 他就身体里面那种湿热之气 浊气比较重的时候 比如说用蒸武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连翘 那么另外就是像柴湖系的药物是蛮适合跟连翘一起用的 怎么讲呢 他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连翘是一个蛮奇怪的 有一个蛮奇怪的功能 就是你不太能够从他的药性里面看出来 就是临床上面连翘是一个重用的时候非常强而有力的震吐药 就不太管寒热 他就是能够震吐 所以当你是那个柴湖症吐得很厉害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从用柴湖剂从少阳区进去 他不一定能够立刻平定那个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小柴湖汤加个 现在这样可能要到六千到一两 就是重剂量的用 加了连翘煮进去以后 这个震吐的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他常常跟柴湖基齐用 那如果我们讲到黄胆或者肝炎的话 就是连翘它是一个能够以中医的讲法 就是把肝脏流在肝脏里头那些不干净的那个热毒啊 抽干净就是去肝脏的毒的 但你说那个毒如果是什么农药的毒化学药品的毒 说不定还是什么绿豆黄啊什么拉阿粉比较有用一点 但是在肝病那个系统里面残留的毒素的话 连翘是好用的 所以在治肝病的时候 那个药方就可以开始加连翘 然后等到肝病治到差不多都打完收工了 还可以继续用有连翘的药剂 把那个肝继续清干净 这是比较临床上常用的用法之一 那另外你说连翘它有没有输肝的效果 它有 但是你说它输的是什么肝 如果是肝血不足的话 好像也不是那么样子 需要用到连翘啊 可是在中医的历代临床里面 发现如果你一个输肝药里头啊 连翘用多一些的话呢 那个病人会有相当明显的 不发脾气的效果 就是这个肝不好的人容易生气 那么用了连翘那个人就会比较不生气 就是从这个路子的输肝啊 就是变成说治疗易怒的时候会用的方子 这样子 那么这个连翘它的这个血分的你说热还是风还是湿 可能都有一些些 那像是如果我们说可不可以在某些地方代替麻黄呢 也有这个希望的 比如说急性肾炎啊 急性肾炎的水肿 其实通常会挂到我们杂病的部分的一些麻黄剂啦 可是你能不能用连翘呢 比如说一天啊 急性肾炎的时候你连翘就一天六前吧 煮水分三次喝啊 就这样子一直喝 那虽然不是那么的快 但是也会有效 那还有就是那种 它不是真正的那种破雨血的药 可是呢 因为这个湿气啊或怎么样啊 让你的这个血啊 流不通的时候啊 连翘还是有用 只是那个有用啊 就是效果比较慢 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啊 他的这个眼睛是视网膜 就是眼球里头啊 那个视网膜他们西医叫黄斑区 其实我不知道黄斑区是哪一区啊 就是有出血的时候呢 连翘就这样子 他们都六前每天喝啊 六前煮水每天喝 那 就会把那个眼球里面的那个淤血啊 慢慢化掉 可是你说它效果强吗 不强 一个疗程是27天 那通常人家喝到第五天就已经没信心了 对不对 但是它的就是这么满 说有效吗 还是有效 但是满啊 那这个 呃皮肤底下 像有些人的那个皮肤 呃那个 那个 长那个 整块 其实不是真正的整块 而是你仔细去看 会发现它那个是 就是皮肤底下 可能是 腿比较多吧 小腿 它那个皮肤紫色的 远看去紫色的一块 你近看会觉得 好像是很多微血管在 黑色那种感觉 那那种的话也是 连翘每天六千煮水喝 那慢慢会散掉 这样子 就是这一个 类型的那种淤血 那那这种 这类型的淤血的话 比如说是 如果是妇人科的话 有些人 他的那个脸上的那个黄河斑 就是黄河色的那个斑 那个 西医会说这个人是 内分泌失调造成的黄河斑 那么内分泌失调的话 女生的通用方式 这个 比如说是 加味消耗的散嘛 对不对 那你在 加味消耗的散里头呢 再加两味药 加莲翘跟紫草 那这样子一直喝 一直喝 那个黄河斑也会淡 就是 这样子的一些用法 倒 倒还算可以 那当然它的这个 很温和的消炎效果 是有的啦 所以 有些时候 什么一些发炎的那种 因为 基本上各种化膿 长疮 它都能够医到的话 像最近中医这边 也会把他什么 当个人有肺浓痒的时候 就肺部化 化膿啊 什么那种病啊 也可以用莲翘的什么 浓缩液去注射啊 或者是从这个 呃 吼枪笔枪 进去啊 之类的之类的 之类的作法 那么 当然呢 如果是呃 女科的话啊 他是这个 呃 说是一些 血露不通的病 说是因为热 闷在那边 因为湿热 或者因为山椒火 因为新火 那像这样这个讲的有点太 通知可能觉得这样要怎么抓主针 其实这种都不是抓主针 而是把麦 就是看你这个 哪里的麦 好像有一些火焖在里面 而且那个火焖的 就是你知道那个里头是有热 麦滑滑的一坨 可是你又觉得因为是湿气 把那个热包住了 所以又好像直接用清火的药 有点清不出来 这种感觉的话 那种时候通常是用麦翘 那用了麦翘之后呢 因为这种湿热堆积的 有些如果是男生的话 症状还没有那么过敏一些 女生的话就是 可能会有那种 月经会不通 就是血会不顺之类的状况会出来 那这一路的话 麦翘倒是蛮安全和好用的 那至于我们说 它因为能够治疗 是一个症呕吐的药 所以婴儿兔奶也是可以用麦翘的 就如果这个小小孩子啊 他是喝喝奶有那个兔奶的那种习惯性的话 那通常用麦翘煮点水啊 给他喝着喝着 还是可以的 那因为这个麦翘它 我们刚刚讲到说 中医说是把这个 中医是说麦翘它是这个能够清肝里面的毒的这种状况嘛 这个这个效果嘛 所以其实啊 治疗肝病的时候 其实用到莲翘的话 就会让那个 如果你是同时有西医的检验的话 就会让这个 肝病的治疗效果还蛮让人开心的 就它会让那个肝的功能恢复得很快了 那恢复肾的功能啊 也会也还蛮有效果的 就是这一类的时候 用莲翘不错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 闷在身体里头的那个湿热啊 别的药清不干净的时候呢 莲翘这样子慢慢清着清着 那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一般如果我们讲到它这个治疗这个窗科啊 因为它这个各种的窗科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其他的药物可以做搭配 所以不太能够单从莲翘去看 比如说硝烟的话 要加一些金银花啦 或什么的啊 总是有别的药搭配 莲翘它不一定是整个房地里面的唯一的第一主角 那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这种 复古沟或者颈部的这个淋巴结块的话 那像我们开药的基本的路数啊 基本的套路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就是加 莲翘是一两啊 然后玄森跟夏枯草各五千 然后浙贝母三千 差不多这个结构 然后其他的药在外挂没关系 那这个结构你可以煮个两煎 一天喝一煎 就是这个可以喝两天的啊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下去 那虽然不是说是快的不得了 但是效果还可以的啦 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药物就是第一个认识是这个 第一个认识是他的这个 好像比较能够散掉血分的这个毒啊 湿啊热啊 那第二个层面的认识就是说 其实他散掉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血分 甚至没有很清楚的啊 确定的作用点 这样子 那大概小得一下 像这个药其实好用啦 是好用的药 只是我觉得怎么讲 因为不是那么样子强势的一个药物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大概就是 是在很多的搭配里头啊 拿它当作加减的药味啦 就是所以即使是重景的方里头也没有很多的方子是以莲窍为主的 但是这个麻黄莲窍赤小豆汤啊 制到这种 如果以病机来讲啊 就是血中的湿热啊 可以从皮肤表面的枕块一直连接到内脏的肾炎啊 或者以这个症状来讲的话 就是皮肤表面长枕子啦 风枕块啦 包包啦 这类的东西 那连翘的效果 当然是在这些方面是特别能够凸显出来啊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散的功能呢 就是 跟其他的药当然还是有一线之隔 那如果最近同学 有人得了哨音病 不妨试一次连翘蒸午汤啦 或者是那个身体觉得湿热湿热闷热闷热的 那每天连翘啊 抓一把煮煮茶喝喝啦 那可以去体验看看 我觉得 因为这种药性不强的药 我觉得像最近最近如果你问我要想体验什么东西我想喝三天连翘茶体验一次 然后再喝三天阴陈昊茶体验一次 看看这两个药它的轻湿热的效果到底是如何的不同啊 就是阴陈昊当然作用点是非常专注在干的湿热那连翘就比较散啊那 那但是以散热来讲啊可能因同量同样量的阴陈昊说不定散热的效果还不如连翘哦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的有一些药的药性听起来都很类似很接近的时候啊 那就有机会不妨喝喝看啦啊就是莲翘茶或者是阴陈昊茶如果 当然不是说你没事要你喝这个来散你的元气啊 因为都还到底是有一点还没有了啊 但是可以考虑看看如果你刚好有这种啊 然后小病有点呃尿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烫啊 然后颜色有点深然后觉得身体有湿气排不掉 然后湿气闷在那边让你一直长痘痘啊 这样的状况有的话那你就连翘可以试三天 阴陈昊可以试三天 那这样子你的身体来认识这位药 大概就是比上课的时候我讲的要有意义一些啊 这样子这样子 那么至于说呃黄薄这位药呢 我想这位药当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这个黄色药之一啦啊 但是呢我教的要讲黄薄这位药我心里头呃总是有一些呃 阻抗感的怎么讲呢就是我我自己我觉得我是 蛮能够享受这个药物的味道的人 就是我吃药啊是不太挑嘴的啊就是什么药都觉得好喝啊 那这个我妈妈每次吃一点什么药就一直叫啊 就是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怎么吃这么高兴 那神经病我想大致是吃惯了神经已经有病了 就是吃药吃的是很很顺的 可是呢我看到别人比如说呃前一阵子看到就认识的朋友啊 他就吃一个什么呀我就觉得平常那个药我吃都不觉得很难吃的 吃一个什么葛根晴天汤就说好酷哦 那后来这个泡一个什么三黄蟹心汤这样喝就觉得哇苦死了 那我想这个人如果吃到黄莲都要叫的这个样子的话 我黄薄有什么好介绍的 因为因为黄薄的那个苦味的那个密度是远比黄莲高的 我记得是比如说有黄薄的味道的药 比如说乌梅丸配的科学中药 我就有记得吃过的认识的亲戚